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严重危害到了生态的平衡 说到这儿 有的小伙伴要问了 为什么不让吃货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青稻夫不好吃 它们是杂食性动物 属于年科 外表丑陋 肉也是齐心无比 因此吃货们见到它们往往会避而远之 这样一来就更谈不上像消灭小龙虾那样来消灭青稻夫了 不过据说在云南地区 也有吃货在尝试青稻夫的各种做法 或烧烤或火锅 冒失做出来的味道也是还能说得过去的 由此看来要想消灭入侵物种 最后还是得靠敢于尝试的吃货们呀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最近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